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马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这是一个关于善良亲情和希望的故事 主人公查理有着最穷苦的生活和最温暖的家庭 即使是一家三代人一同生活在一间狭小的破板房里 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的爱 也同样使他成长成了一个善良有担当的男孩 查理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巧克力 但是也只能在生日当天得到一小块 而每年的生日无疑成了查理最幸福的一天 查理家附近有着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加工厂 工厂的主人是著名的巧克力发明家威力旺卡 曾经威力旺卡遭到同行的忌妒 巧克力制作工艺被泄露 大量的纺制品山寨货恒星市场 旺卡一怒之下辞退了所有的工作人员 并且当众宣布无限期关闭巧克力工厂 然而不久之后工厂的烟囱重新开始冒烟 威力旺卡的巧克力又重新回到了市场上 然而奇怪的是 除了运输成品巧克力的车辆进出外 工厂大门紧锁 甚至连一个工人的影子都看不到 正当社会各界对此一轮纷纷时 威力旺卡却向全世界的孩子发出了邀请 他将在一批巧克力中随机放入五张邀请券 并将之送往全世界各地 得到邀请券的孩子会被邀请前往巧克力工厂参观 而且威力旺卡也会在五人中挑选一人送上神秘奖励 含有邀请券的巧克力很快便被销往全世界 紧接着四位幸运而产生了 第一位是个小胖子 他每天要吃掉大量的糖果和巧克力 第二位是个娇生惯养的附加千金 为了邀请券 他的父亲让整个工厂的女工 每日每夜的剥巧克力 第三位是个得过无数次舞台冠军的鲍利罗莉 而第四位是个具有超高智商的天才少年 那现在只有第五张邀请券下落不明了 幸运女神如约而至 查理获得了第五张金色邀请券 五个孩子按照约定来到了威利旺卡的巧克力工厂 他们惊喜地发现 这里简直就是个童话般的世界 蓝天白云河流树木 所有的东西都是巧克力和糖果做成的 而且在这个巧克力世界里工作的不是正常的工人 而是一群不到一米高的小矮人 孩子们一路走一路惊叹 终于即使是在管理人员305身 不能偷吃和偷动这里的一切的情况下 还是有人经受不住诱惑而违反了规定 结果相继出了事故 暴力罗莉在偷吃泡泡糖之后 身体开始充气膨胀 变成了一颗大蓝莓被送进了炸汁机 而富家千金不停劝告 执意去抓工作中的小松鼠 结果被松鼠群当成垃圾 拖进了通往文化炉的垃圾管道 最后是天才少年 他也没能经受住诱惑 结果被缩小成了巴掌大的小人 在这段神奇的旅途中 只有查理一个人严格遵守了约定 没有乱吃乱动 所以也只有他毫发无损地走到了最后 那接下来威力网卡告诉他 作为最终赢家的奖励 就是继承这座神奇的工厂 但是作为条件 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家人 查理果断地拒绝了威力网卡的要求 他宁愿放弃巧克力工厂的继承权 也要与家人在一起 而这使威力网卡感到不可理喻 百思不得其解的网卡决定找查理聊聊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得知 旺卡原来也有着幸福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牙医 严禁儿子吃任何甜食 而这对威力网卡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终于在和父亲大吵一架之后 他赌气离家出走 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洞悉了威力网卡心事之后的查理 决定帮他解开与父亲的心结 查理陪同旺卡回到了父亲的牙医铺子 惊讶地发现 这些年来父亲虽然没有去找过他 但是却一直在收集着他的各种新闻 默默地关注着他的生活和成长 父子两人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相拥在一起 懂得了亲情可贵的万卡 将巧克力工厂继承权送给查理之后 又把查理的亲人们接到了巧克力工厂 从此他和查理一家人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电影中对于巧克力工厂的塑造 似乎无时无刻地不再告诉我们 这才是想象力 尤其是其中致敬2001太空漫游的片段 更是给布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那比起原著 影片中增加了威力旺卡的亲情线 这使得故事的情节与人物的形象 也更加的充实和丰满 而影片想要告诉我们的 也不仅仅是要真实亲情 更是要学会在无穷无尽的诱惑与分杂中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自我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给布玛点个赞 欢迎关注科文粉丝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